16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11假期时,在机场偶遇汤围的视频,并配玩韩国的飞机偶遇汤围小姐姐。 更幸运的是,她坐在了我的旁边,第一次临距离接触太激动了。从图中可以看到,当天涛围把头发简单扎起,戴着口罩,穿着T恤搭配黑色裤子,非常的低调,身边也并没有一个助理什么的,一个人提着重重的行李搬飞机。 草莓也跟普通的乘客一样排队安紧,可能当时行李太重,还累出了一身汗。